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芒果有着热大果王之称 成熟的芒果闻起来香味浓郁 果肉厚且细腻 吃起来香甜可口 所以好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有些朋友却不会正确的包芒果皮 就会弄得满手积水 手上黏乎乎的 并且,包芒果的时候 这个皮上会黏着很多的果肉 非常浪费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 非常棒的包芒果的小窍门 不仅不长手 而且也不会浪费果肉 这也是泰国街头 很多卖芒果的小哥经常用到的 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芒果的种类呢也很多 最常见到的就有金黄芒 大青芒 贵妃芒 小台浓 水仙芒等等 大小不易 下面我们就针对 不同大小的芒果 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来包芒果 这里用到的工具也非常的简单 家家都有 就是筷子和牙签 下面 我们先来包小芒果 先利用小牙签 我们可以使用牙签 在芒果的上面呢 直接滑出几道口子 也可以直接用牙签 也可以直接用小刀 大家觉得什么顺手就用什么 然后把牙签在开口的这里平行插进去 接着上下滑动 这样就可以将芒果皮和果肉分离开来了 然后换另一边 同样的滑一下 几个开过的口子 我们都用同样的方法滑开 再轻轻的包开芒果皮 哇塞 非常轻松 不扭脂 也不浪费果肉 和包香蕉皮一样简单 现在就可以直接这样拿着吃了 用这样的方法手一点也不沾哦 一根牙签轻松包芒果 不脏手 不流汁 简单又使用 方法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来包个个头中等的芒果 这里我们用的筷子 最好是这种带领角的四方形的筷子 用筷子的脚在芒果的表面上 整齐的刮上一遍 这样是为了软化果皮 使果肉与果皮分离开来 然后用小刀在芒果的头和尾 分别划上一个小圆圈 不用太大 不然就浪费果肉了 就感觉用手刚刚好 可以拿出芒果就行 接着在中间的部分 直接划上四道口子 就像刚才划下芒果时一样 最后把中间的皮拿掉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样包起皮来 太轻松了 不会流汁 果皮上面呢 也很干净 也不会浪费果肉 然后我们就可以 双手拿住两边 就可以开吃啦 一点不张手 吃起来太方便了 尤其是给小孩吃 太合适了 最后 我们再用这个芒果 来给大家演示 切特大芒果该怎么切 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用刀贴着里面的果盒 把芒果一分为二 这里大家慢慢来 要小心一点 感受果盒的位置 然后沿着果盒划开 再用刀尖 在上面划出均匀的小格子 先竖着来挤刀 再横着拿几刀 完成以后 我们就拿起芒果 向外翻转一下 这样果肉就都露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吃的时候一口一个 芒果去皮 就是这么简单 有了这些小方法 芒果去皮 再也不会手抠了 不张手不留置 就像吃香蕉一样 喜欢吃芒果的您 不妨试一下吧 最后提醒大家 芒果不能和菠萝一起吃哦 因为芒果 菠萝 本身就含有对引起皮肤 过敏反应的化学成分 对皮肤黏膜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所以皮肤敏感的朋友 还是小心点为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